我們講到的在 Vaikuntha 靈性世界無憂心術的情況 在那邊的人,他們的身體的樣態就跟主Nariya一樣的 除了有少數幾個可以分辨的不同 就像他們胸膛上的圖案的標誌 我們聽說,當他們到 Vaikuntha, 當他們遇到 Vaikuntha 靈性世界無憂心 從非人格主義者變成人格主義者 非人格主義者,他們了解的絕對真理,只是到達算的層面而已 人格主義者,除了犯的狀態,還有主的超靈的情況 所以,四個Kumaras,他們見到了這組 Patmanabha,他就是智智主 Patmanabha 靈性世界無憂心 Patmanabha 靈性世界無憂心 Patmanabha 靈性世界無憂心 如果無憂心,我們每次都在無憂心 我們都在無憂心世界中的差異 我們都看得出來,在物質世界中的差異 我們都看得出來,在物質世界中的差異 你都看得出來,在物質世界中的差異 我們在靈性世界是特別的和諧、合作的氛圍, 那大家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Material world, there will always be conflicts, everyone wants to put, everyone's thinking about themselves. 不止世界隨時都是充滿了衝突, 因為每個人要跟別人相競爭,就是要強迫別人。 但是在靈性世界中, 大家都在靈性世界中, 大家都是想要祈願主。 在靈性世界中, 這個與國際靈性世界中是相關聯的, 因為我們也是想在和諧的氛圍裡面進行。 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個人的心理, 情緒在心而失去。 but when everyone puts Krishna in the center, then there will be perfect harmony between all the members, and they will all work together, 那如果每個人都以忍為忠心的話, 這樣所有的成員都會同樣地相心, 和他們非常地和諧地合作。 所以即使我們住在物質世界,我們是可以創造靈性的氛圍。 因此,我們在16章,我們會聽聽說,拜坤塔的兩位守門者,名為Jaya和Vijaya, 以及如何被聖人們所詛咒。 所以我們說到16章裡面,就是拜坤塔的兩個守門者,他們的Jaya和Vijaya, 如何被聖人們所詛咒。 如果我們去到Vijunu的墟墊, 我們會看到兩邊的墟墊, 兩邊有兩個人站在那兒,就是守門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瞭解,他們兩個不是站在廟裡面,而是在廟裡面。 所以我們說到四個Kumara在詛咒的Jaya和Vijaya, 是發生在門口,而不是在裡面。 而不是真正在白坤塔,而是在白坤塔的外面。 就是在門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片, 然後旁邊的說明, 主 Pam unava, 主 Komara and Baapika, 你可以看到Garuda在那裡, 因為Garuda是Lad Vijuna 所搬使的。 謝謝,師傅。 Hare Krishna。 所以,主席 Padmanabha, 或是席 Narayana, 或是席 Vishnu, 他已經來到那裡, 因為他已經知道 什麼事發生。 所以,主席 Padmanabha, 或是席 Narayana, 或是席 Vishnu, 他來到這個門口。 所以,所發生的事發生, 當然是, 四個 Kumaras們 都來到了 Vaikuntha, 然後 Jaya and Vijayaya 把他們走走, 他們說, 你們只是年輕人, 你們不可以來這裡。 四個 Kumaras們 都來到了門口, 然後 Jaya and Vijayaya 說,你們是誰啊? 怎麼有這個資格過來這裡呢? 。 現在,四個 Kumaras們 都來解脫了靈魂。 他們是Brahma的孩子, 他們有這樣的自由, 可以隨意地去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一般來說, 他們居住在宇宙最上層的星球。 你看到宇宇宙最底端的星球, Satya-Lokha, até宇宙最底端, Brahma住的星球在下一層叫Tapo-Hloka, 四個Kumara住在那裡。 有時,四個Kumaras喜歡旅行, 而在一個特別的場合, 他們進入Vikuntha, 但他們被鑽在七個門, 去參觀旅行上, 而他們也去到Vikuntha的七層。 他們被堵住了。 佳耶和佳耶犯犯了這個錯誤。 佳耶和佳耶犯犯了這個錯誤。 佳耶犯犯了這個錯誤。 我們可能會想, 噢,他們應該不會生氣, 如果是大聖子、 和獨立的靈魂, 他們應該不會生氣。 但有時, 甚至大聖子也會生氣。 他們已經是解脫靈魂了, 不應該生氣, 但事實上, 有些時候在解脫的狀態, 也會生氣的情況。 我們必須了解, 四個苦麻辣的憤怒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的奉行服務 被拒絕了。 因為他們要進行奉愛服務的情況被堵住障礙了。 他們要進入馬昆塔, 並不是為了他們的感官享樂, 而是為了他們的感官享樂, 而是為了他們的感官享樂。 而是為了他們的進步。 所以這就是這兩個手們, Jaya和Vijaya, 他們的錯了。 而四個苦麻辣, 他們感到憤怒, 在這兩個手們, 被堵住障礙, 他們表示, 這兩個手們, 並非為了他們的進步。 這四個苦麻辣, 他們應該去到物質世界。 所以這四個苦麻辣所進行的詛咒。 有些、「佛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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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主認為Jaya和Vijaya是祂的徒人, 所以主認為Jaya和Vijaya是祂的徒人。 當主人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主人來負責的。 就像我們在 Hare Krishna的運動中, 有些人會奉獻出去外面派書。 有時候人們會抱怨,說這些人出去外面派書, 所以他們就抱怨了。 有時候人們也寫信給Pravipa, 跟Pravipa 抱怨投訴。 他們會說, 一位奉獻者來到我這裡, 他強迫我來買書。 Pravipa 回信說,我非常抱歉。 Pravipa 會向他們抱歉, 因為他明白, 那些奉獻者會跟他們寫信, 然後說抱歉。 那些奉獻者是以他知名來進行。 那些奉獻者, 那些奉獻者在推售。 所以,他在奉獻者, 他們是財書的賣書, 作為對靈性導師的服務。 所以當人們抱怨, Pravipa 會擔任由於錯誤的事。 所以當人們抱怨, Pravipa 會認為是他的責任, 所以為他們進行這些奉獻的事。 所以同樣的事情是在這裡。 Padmanabha, 或Padmanabha, Vishnu, 正在責任的責任, Padmanabha, 在那邊求四個Kumara, 原諒他。 然後主呢? 主呢? 就解釋著說明, 他跟他的奉獻者們的關係。 主的奉獻者是跟主非常非常親愛。 因為奉獻者脫避於主的蓮花燭。 所以主就解釋著說明, 如果對他奉獻的這些不好的情況, 主會把自己的手砍下來。 所以主是那麼急切地要來保護他的奉獻者。 因為他是奉獻者的奉獻者, 所以他的蓮花燭是這麼的純潔。 因為主是他的奉獻者的奉獻者, 所以主的蓮花燭是這麼的純潔。 我們把土拉斯的葉子供奉到主的蓮花燭。 土拉斯是一個純潔的奉獻者之一。 而那橫河水是來修洗主蓮花燭的水。 然後那些水, 洗著主蓮花燭, 然後洗著主蓮花燭, 然後洗著主蓮花燭。 所以橫河水就流下來, 穿越這三個世界。 所以我們可能會比較驚訝, 主是祂奉獻者的奉獻者。 因為我們一般認為, 我們是主的奉獻者。 那到底誰是奉獻者, 誰是主人呢? 而主呢? 奉獻者們總是想著主是祂的主人。 而主呢? 祂想要來服祂的奉獻者們。 所以這是主與祂奉獻者們的超然交流。 我們在主的奉獻者們的超然交流時光裡見到這個情況。 invert the있는 Lord Chaitanya Mahabrabhu , 他每天都夠去…… 徒在千和淘羅芭達舘吃的時候呢? kişi 天而馬佛曝執 sagen c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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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 bu! 每天都能attered Tanya Mahabrabhu 去看這個建築之꽃的一個建築。 她的那天見到千和其他建築持的建築藉。 所以如果在那時, 哈人達舂隔壯住在仮鐺建築的渡率的�endes。 哈里達斯塔庫住在加加拿布里那一邊的海邊。 哈里達斯塔庫出生在回教背景的家庭, 所以他不被允許進去加拿布里的家庭。 即便到了現在, 他們在加拿布里的宗教廠, 即便到了現在, 他們是這樣的習俗, 如果人不是出生在所謂印度教的家庭的話, 是不被允許進到那個廟裡去的。 哈里達斯塔庫住在加拿布里的皇帝, 她是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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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在泰國的佛教總會總裁, 她去到加拿布里那邊去拜訪。 不只是泰國的佛教協會, 而是世界佛教協會的總裁。 她想要進到加格納廟, 但他們說, 不,你不能進去。 這件事有刊登在報紙上, 譬如說,她被拒絕進入。 哈里達斯塔庫, 他住在加格納廟, 而他並不嘗試進入寺寺。 他只是在喊聖的名字, 而他能夠看見到達上的寺寺。 但他只能夠看見到達上的寺寺。 他只能夠看見到達上的寺寺。 他每天都會去看哈里達斯塔庫。 他會帶著加格納廟的寺寺寺。 這是一個例子, 主在服務著他的奉獻者。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比方說, 在瑞穆娜這個地區, 有一個神像。 這個神像非常有名的神像。 這個神像非常有名的神像。 這個神像是偷著甜奶飯的寺寺寺。 他們每天都會給神像供奉甜奶飯。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個奉獻者來到這裡。 他想要先嘗一嘗甜奶飯。 因為他想要把甜奶飯帶回去供奉 。 他在哥弗丹那邊的神像。 所以, 神像是偷著一名的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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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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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在服務他的奉獻者。 還有另一個神像叫做見證的神像。 一個長者曾經承諾要把女兒嫁給佛羅門。 後來年紀大的家人反對說, 你不能把女兒嫁給佛羅門。 後來年紀大的家人反對說, 神像是見證者。 所以長者就必須回到那邊的神像。 所以長者就必須回到那邊的神像。 你必須跟我過來, 然後說明你真的見證過我對這個人的承諾。 神像就說,我只是一尊神像, 我怎麼能走到那去呢? 所以長者就說,你既然會說話, 那你應該也會走路啊。 所以神像被長者的話打敗了, 所以祂就必須真的跟祂一起走。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到, 主是怎麼樣成為祂的奉獻者的福人。 所以主在奉獻者中得到快樂。 奉獻者也是在福祖中得到快樂。 所以四個苦麻辣, 他們就詛咒了兩個守門的, 必須去到物質世界。 所以神請求, 這兩位女士, 他們不必須在物質世界太久, 讓他們趕快回到物質世界。 所以主也就要求, 他們趕快回到物質世界。 而出生在非奉獻者的家裡, 而成為惡魔。 而且同時是憤怒的心態。 他們就必須在生氣, 而且要跟祂作對。 然後把他們殺了。 這樣的情境讓主可以出現, 然後把他們殺了。 在這兩個人, 首先出現, 生在喀獻者和弟弟的家裡。 在這兩個兒子, 一人被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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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人被殺了, 另一人被殺了, 另一人被殺了。 然後, 那一人被殺了。 那一人被殺了, 那一人被殺了。 然後第三次, 他們出生於Sishupala和Dantavakra。 那一人被殺了。 那第三次, 他們出生於Sishupala和Dantavakra。 那一人被殺了。 然後, 他們回到Vaikuntha。 那這樣子之後, 他們就回到了Vaikuntha。 所以, 我們必須理解釋, 那一人從나、Dantavakra, 那為何呢? 常常會說, 那你去梵人, 一人從來自我海, 那些人從來自我海、 沒有離開它, 他們不會回到物質世界。 那可傻人從來自我海、 在土地上, 你曾經說過, 任何人回到Krishuna居所、 靈性世界, 就不會再回到物質世界。 但是, 我們當然說, 那樣, 如果那些人從來自我海、 我們就問, 那迦爾和迷迦爾既然在那邊, 怎麽又回到無止世界呢? 這就是特別的安排, 神其實是安排這兩人, 讓他們回到無止世界。 神想他們回到無止世界, 讓祂可以跟祂鬥一鬥、打一打。 當祂在Vaikuntha的時候, 大家都在崇拜祂, 沒有人會跟祂鬥打鬥。 所以祂必須安排, 讓祂可以跟祂鬥打鬥。 所以祂必須安排, 讓祂可以跟祂鬥打鬥。 那誰可以跟祂鬥打鬥呢? 所以就是這兩個人, 讓祂成為惡魔, 讓祂來出現, 和祂鬥打鬥打鬥。 然後在祂鬥打鬥打鬥後, 他們會回到無止世界。 所以我們想要來瞭解, 祂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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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 就如這裡所描述的, 奉獻者總是急切地要來服務主。 所以主也一樣, 急切地想要為祂奉獻者來服務。 有不同種類的服務。 例如, 有很多種類的服務。 有很多種類的服務。 有南達大軍和媽媽耶稣達, 也有南達大軍和媽媽耶稣達, 也有南達大軍和媽媽耶稣達, 也有南達大軍和媽耶稣達, 對民間,還有黑門婦子。 他們也不來吞牛 ŉ, 像施爹譜、 Subao, Rishabaa, 以及所有 lnuchapiland、 只有一些organ一些猴 ponieważ人討 where you come in the light of hate offerings thats those bodies. 他們也會回到直接服務主, Tesla is done in minds, 也就直接作為主要食譜為主的。 然後還有一些直接在阿弥陀佛的家裏,來直接服務的。 所以有些奉劍者直接服務的,而也有些奉劍者是間接服務的。 就像Kamsa一樣,他總是在想著Krishna,但是想著要殺掉Krishna。 他派了很多惡魔來殺掉Krishna。 所以他們這樣是間接地服務Krishna。 Krishna享受著跟這些惡魔的遊玩。 對Krishna來講,只是遊戲而已。 所以Krishna總是很急切地想要為他奉獻者服務。 主無法忍受奉獻者的所謂奉獻者。 Krishna是Bakta-Vaksala,不是Karma-Vaksala,不是Jyana-Vaksala, Karma-Vaksala,不是Karma-Vaksala。 Karma-Yogi、Karmis、Jyana-Vaksala, 他只會跟他奉獻者服務。 Krishna不會跟Jyana-Vaksala, 吃遍瑜伽師、夜報活動瑜伽師。 他只是跟奉獻者、Bakta來交流。 Krishna說在《Bakta-Vaksala》中, Bakta-Simei-Saka-Cyeti, Rahashyam-Pieta. Krishna在《Bakta-Vaksala》中, Krishna說,因為你是我的奉獻者。 Krishna非常關心他的奉獻者。 Krishna說,他不願意奉獻者有什麼不便或什麼麻煩。 Krishna喜歡照顧他的奉獻者。 这个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来这样的所谓供养 佛罗门或Vaisnava是胜过于一个人进行数百 数千数万的这个祭祀牺牲 在这个年代所以来推荐这个唱颂圣灵 唱颂主的圣灵这样的可以来取悦Vaisnava 是唯一的可以提升一个人到人性生活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说 Feed a Brahmana 或Vaisna Brahmana 这并不仅仅是出生在佛罗门家庭的那些人 Ravana was born in a family of Brahmana Ravana也是出生在佛罗门的家庭 Ravana, of course, we said he was a big demon who was killed by Lord Ramachandra Ravana is a big demon who was killed by Lord Ramachandra Brahmana means one who is actually cultivated the qualities of a Brahmana 一个人真正培养了佛罗门品质的人 Ravana is a very dear friend of Lord Krishna Ravana is a very dear friend of Lord Krishna Which describes about how Advaita Acharya was performing Shad ceremony for his departed father 在土齊泰瑪法部的情況下, 阿綿達查理亞在為他往生的父親做一些儀式。 阿綿達查理亞是在山泰坡的主持人, 在阿綿達查理亞, 阿綿達查理亞是在山泰坡的主持人。 阿綿達查理亞是主主持人的化身。 阿綿達查理亞是為他往生的父親做一些儀式。 這個儀式的部分的內容就是要把食物來供養婆羅門。 因此,很多不同的佛羅門都到那裏, 希望阿綿達查理亞會給他們供養食物。 但是,當阿綿達查理亞的食物, 他帶給他供養食物, 他帶給他供養食物。 但是,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他帶給他供養食物。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阿綿達查理亞說,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最大,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阿綿達查理亞當他供養食物, 即使是一個佳麥娜,或是一個佳麥娜, 就更是比佳麥娜更佳麥娜更佳麥娜的奉獻。 所以在這時期的Kali Yuga, 你必須要祈禱聖名的聖名, 祈禱聖名的聖名, 這是讓我們在靈性生活中提升的方式。 當祈禱聖名在Jagannath Puri, 祈禱聖名在Jagannath Puri, 每年從Nabattri, 他們會走到Jagannath Puri, 去參與Radhiyatra, 他們會留在Jagannath Puri。 在那一輪的奉獻者, 每年和Nabattri, 那一年, 奉獻者會集結成群地Vinciстana Puri參加這個彈車節。 之前他們要回到Nabattri, 就要回來之前, 他們會見到Jagannath Puri聖名, 聖名 聖名 Mahaprabhu, 帶從他們通訣指引。 而在彈测结束之后, 要回到南无队之前, 他们会去到其他Mahaprabhu的面前, 去请求一些指示或训事。 所以,一位的伴侣, 对这位教授邀世。 祂提供祂的窃口, 他资格教授, 这位教授邀世, 他说:"我非常坦虚, 我已经能够接受的一部分。 我是非常墮落的,而且我是居家的人。 那麼,我怎麼能在我的靈性生活上有什麼進步呢? 主持太媽阿伯就對他說, 那你要一直不斷唸聖明,而且服務Vaiṣṇava。 在這裏,釋過 Prabhupāda也提出了相同的意思。 祈禱祂的聖名,然後祈禱Vaiṣṇava。 祈禱Vaiṣṇava,就是服務Vaiṣṇava。 那如何服務Vaiṣṇava呢? 給他們很好的 Prabhupāda。 當你供養奉獻者,他們很高興地給你祝福。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我們在靈性生活上進步的方式。 而且這是一種習俗, 即使奉獻者們,他們習慣服務婆羅門。 所以,這是一種習俗, 他們習慣服務婆羅門。 他們是四個傢俗, 他們是半天婆羅賀摩的孩子, 但是因為被觸怒了, 他們下出詛咒。 所以,我們要怎麼回應這類的情況。 所以,這裡指出, 我們必須要尊敬佳羅門, 即使他們說話不好聽, 或是凶暴,或是出言出語。 有些時候,有些偉大的優家師、 或是善優師、 和善優師、 他們有時候也會生氣。 例如, Durvasamuni是對善優師的生氣。 Durvasamuni是一個偉大的優主、 他也是師父,也有很多的門徒。 所以,Durrashamuni有時候被阿巴瑞士國王生氣, 但阿巴瑞士國王從來沒有對聖人有任何不悅、不高興的情況。 另一遍,Harida Stakur 被邀請到一個家裡, 有一個聰明、極致的婆羅門。 所以,這個婆羅門看到人們對Harida Stakur那麼尊重, 他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婆羅門看到人們對Harida Stakur那麼尊重, 他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Harida Stakur是一個穆罕默德的回教徒, 怎麼有什麼資格,怎麼對他這麼尊重, 他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所以,這個婆羅門知道Harida Stakur在念聖的主的名字。 所以,他問Harida Stakur, 你跟我說一下主的聖名的情況。 Harida Stakur說, 即使是聖名的影子和狀態, 即使聖名的狀態, 即使聖名的狀態和狀態, 即使聖名的狀態, 即使聖名的狀態, 都可以解脫。 那麼,這個婆羅門聽了, 就很不屑一顧, 怎麼念聖的聖名, 就像雲煙影子的狀態, 都可以解脫呢? 那麼,這個婆羅門聽了, 就很不屑一顧, 怎麼念聖的聖名, 就像雲煙影子的狀態, 都可以解脫呢? 你在胡說什麼? 他在Harida Stakur說, 如果我不能解脫的話, 你的鼻子會掉下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 說明一個婆羅門, 說明一個婆羅門, 有時候講話, 會講出來, 那種粗言粗語, 粗話不好聽的事。 然而,Harida Stakur就還是忍耐著。 所以,即使我們遭遇到 嚴重的言論, 我們必須不擔心。 即使我們遭遇到不好的情況, 或被人家粗言粗語, 那種粗暴的情況, 我們就不要去反應, 就是包容。 我們來回想一下, 當你聽到一個貢獻者, 對你粗言粗語, 或態度很粗暴的時候, 你怎麼回應? 你怎麼回應? 隨便會覺得, 那種粗暴的事情, 為什麼對我這樣對他說呢? 她們會覺得, 為什麼他會有那麼醜的意思? 我們會感應到為什麼要講 那麼粗暴的話, 為什麼他態度這麼惡劣? 為什麼對我這樣? 但是我們也可以覺得, 這句話真是好, 而且可以把我解釋到 我們可以這麼想, 他們講的初衷的話是好的, 都有幫助, 讓我們來脫移物質區體的概念。 如果有人來稱讚你, 這對我們不太好。 如果有人來稱讚我們, 對我們說好聽的話, 其實對我們不好, 我們可能會幻想, 在假象裡說, 我真的那麼好,我好棒。 但如果有人對我們說好聽的話, 我們必須認為這是真正的祝福。 這是真正的祝福。 它幫助我們脫離物質的概念。 這是真正的祝福。 我認為我真正的祝福。 我非常不得了。 我會有很多錯誤, 很多疾病。 我們是真的沒有資格, 我們還有很多錯誤, 很多不足。 我會有很多錯誤。 所以, Prabhupāda說到, 她怎麼被她的靈性導師來批評、 折罵。 Prabhupāda說到, 有一回, 她在聆聽的她的靈性導師在講課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人去碰到她的肩膀。 所以她馬上回過頭, 我們就回頭看看是誰或怎麼樣的。 她的靈性導師, 她們對她的靈性導師, 馬上對她一樣。 她的靈性導師、 馬上對她一樣。 馬上向她們兩人來看。 她跟大家說那男後黹睒, 她說, 馬上解釋她們兩位! 你覺得因為你每月給五魯帝的捐贈, 你會購買我嗎? 您聽導師對著拍拔拔拔肩膀的人說, 你想你每個月捐個五魯帝的錢, 你就怎麼樣了嗎? 你就已經把我收購了。 然後他告訴我們的創作主, 阿昭米耶, 你也想來這裡聊天嗎? 你現在要起來換你講課了嗎? 拔拔拔拔說, 我可以當場就死了。 當場去死。 他說這是一個很大的仁慈, 那一刻是極大的仁慈。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想,去看待。 我們來看, 如果發生意外的情況, 應該有什麼樣的一般原則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這麼想,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是主的仁慈。 如果有人在批評我們, 對我們是好的。 如果有人在批評我們, 對我們是好的。 在批評我們, 可以幫助我們來脫移物質身體概念的狀態。 。 因為我們的傾向是, 我們有很好的想法, 我們有這麼一種很好的想法。 但有些人對我們講話很粗暴、惡劣, 我們應該想說, 這是為了我的淨化。 所以,我們鼓勵, 我們應該對佛羅門來尊重, 即便我們遇到那些被人家粗暴。 我們應該都是一直對佛羅門來尊重。 所以,如何處理它? 不斷去遇到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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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可能在喊嚴謊言, 祂可能在怒怯狀態, 我們不應該想說, 我會生氣, 我會生氣,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我們不應該對佛羅門來尊重。 我們不應該對佛羅門來尊重。 這是一般的流行性。 當人們在討論, 有些人在說什麼, 其他人在說什麼, 其他人在說, 我會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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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告訴你。 你優點表現, 你會說什麼, 那還會說什麼。 然後,這就變成真弄色的問題。 對,這一般的情況也知道, 兩者說起來, 兩者說這樣, 一旦已經在爭辯, 一旦又大聲起다가 說起出來。 可是我們不應該去做的, 我們不應該幫忙做辦理, 我們不應該去種比較方便、 不然要把藉了, 我們應該與其他人生氣回對, 以一個比較好的態度、微笑、 溫和表達,來安撫發火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應該想說, 他是一個佛羅門, 他是一個Vaiṣṇava, 他是一個Vaiṣṇava, 所以我們應該尊重。 我們必須看, 佛羅門和Vaiṣṇavas, 他們非常親愛, 而且他們都在討伴。 我們應該這樣看, 佛羅門和Vaiṣṇava, 是跟主那麼的親愛的。 所以, 我們也鼓勵, 我們必須要笑, 我們必須要笑。 我剛才提到, 一句話, 一句話, 有說, 像蓮花般的臉。 當一個人帶著愛、 愛、感情, 他的臉就像蓮花一樣。 這個例子就像這樣。 這個例子就像這樣。 當父親和爸爸的生氣, 對兒子生氣的時候, 這個兒子呢, 試著安撫他的父親呢, 用笑臉, 然後用一些好的話, 平美的話, 來對父親, 來安慰這個父親。 。 你不會想要跟父親吵架, 你不會沾他一拳揮過去, 它是要笑著眼淚。 我們會說他們從墮落到屋子世界了。 主描述,他的奉獻者是無瑕疵的,沒有做的。 他們只是盡職地做他們的服務,守著那個門。 但是這四個苦麻达,神氣了他們, 神氣了他們,被罵到屋子世界, 而被罵到屋子世界。 這四個苦麻达,詛咒了兩個沒有錯的人。 那四個苦麻达,他們聽到主跟他們說了之後, 他們就靈悟到說,我們自己錯了, 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兩個人生氣。 我們不應該對他們而言。 所以,他們說到, 其實這個犯罪, 這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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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犯罪是由主拿來所安排的。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因為有一回, 主在裡面休息的時候, 那這個幸運女神正好回來, 然後要進去。 那這兩個手們擋住幸運女神, 那這兩個手們擋住幸運女神, 就說, 主在裡面休息啊, 你不能進去。 那幸運女神就很生氣, 她說, 她是我的丈夫啊, 我有權利去看她隨時進去。 所以, 她就對這兩個手們的生氣。 那這是另外一個理由, 他們兩個被懲罰的理由。 那當然這也是主安排的, 因為主想要有一番打鬥來玩一玩。 所以主要祂的消耗時光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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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祂的消耗時光來進行業之間。 所以主要祂的消耗時光來進行。 所以主要祂是承受益之外。 主要既然會出現這個惡魔的家庭, 所以主要祂與祂跟祂一起治, 他們也是在祂與祂是在一起的寧 основ中,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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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因為憤怒對主是憤怒不好的態度, 而不是用那種很合宜、美好的態度來想著主。 所以,他們將會更快地回到靈性世界。 在圖片上,主的豪族形體和惡魔打鬥。 藝人在畫這張照片中, 她在問她怎麼畫為主的豪族, 因為牠們不太美麗。 當時在畫這個負獻者, 她不知道他們想怎麼畫,把主畫出來。 因為一個豪的形體,我們一般認為不好看,很醜。 當時看到這張照片, 他們都會覺得, 這個瘋狂的男人在戰鬥。 他們都會覺得, 這個男人是好, 這個負獻是好。 不知道的人就想著, 哇,這個可憐的人在跟一隻野獸打鬥。 他們以為這個人形是好人, 把主當作野獸。 他們沒有看出, 他們沒有看出, 這個瘋狂是這樣的形體出現的。 所以, Prabhupada 跟作畫的負獻者說, 當然,你要盡量把主彭哈畫得很粵, 也盡量地迷人。 即使他是一個所謂的豬的形體, 但是他總是那麼有魅力的。 所以, Prabhupada 解釋說, 當主想要來打鬥的時候, 他就要出現在這個世界。 在靈性世界沒有人願意跟主打鬥。 誰會跟主打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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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想成為主的敵人呢? 誰會跟主打鬥呢? 所以,這就照顧要來安排傭裕跟女債隆。 所以,傭裕和女債隆, 他們就選擇去跟他在實物理2017年. 那就是因為那裏唯一的主打鬥。 所以加爾跟主,加爾被主所選出來跟祂打鬥。 也是聖人出現在主的面前見到主, 然後兩個手們就被詛咒了。 巴巴巴解釋著主的計劃。 When something is arranged by the 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one should not be disturbed by it, even if it appears to be a reverse according to one's calculation. 巴巴巴解釋說, 當事體自有自尊主所安排的話, 人們不應該困擾,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跟一個人 他期望或是他認為的情況相反。 比如說,有時候見到一個很有力的傳教者被殺了, 或者說他被陷入困境。 所以看到所有人在影響奉獻者的困境。 所以看見所有這些反應被影響奉獻, 一旦必須不被拘捕。 一旦必須明白, 在這些事件中, 必須有些慧慧的最終的個人性的計劃。 所以,巴巴巴要指定說, 當看到了所有在影響奉獻者的困境的時候, 我們就不應該覺得困擾, 應該來認為這是完全主的計劃, 一定有主的計劃在後面進行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來記錄。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到, 這些事件會發生。 非常強烈的教徒, 我們所依賴的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瞭解這些事件。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瞭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徒。 我們必須要來瞭解, 這些事件, 這些都是KRISHA的計劃。 KRISHNA 把他們帶走去到其他地方去做福, KRISHNA 必須要在其他地方去做福。 KRISHNA 必須要在其他地方去做福。 KRISHNA 必須要在其他地方去做福。 所以我們必須要學習, 不要被干擾。 KRISHNA 在其他地方去做福。 好,我們有說到哪債和VIKRISHNA, 怎麼被四個KRISHNA所誅咒。 我們聽到, 我們也說到, 我們應該接受菩蘿馬說, 給我們一些不悅的情況。 我們還是要保持微笑, 讓他們對你出言、出語、生氣、折磨。 謝謝你的仁慈。 我們談談的例如, Jai and Vijay are seeing the reverse as the grace of the Lord. 佳耶和弗喆, 被詛咒的情況認為是主給他們的仁慈。 佳耶和弗喆, 他們是由盡管人物的手門, 但他們必須到物質的世界, 他們必須到物質世界。 佳耶和弗喆, 他們是由盡管人物的手門, 但他們必須到物質世界。 這也是由盡管人物的誠懼。 惡魔來到了世界中, 在世界上造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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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造惡魔。 我們提到一些例子, 主與四個Kumara的交流情況。 主想要來服務四個Kumara, 也想要來服務主, 來取悅主。 所以在世界上造惡魔, 我們也要致力奉獻於主。 我們越加地服務主, 越加地跟我們交流。 為什麼主想要來服務主? 為什麼主想要在物質世界裡面這樣打鬥呢? 一個原因為什麼主想要在物質世界裡面打鬥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讓奉獻者可以記得主。 旅夢准聖出後有不同的化生, 可以讓奉獻者們認誡祂的某種生 в succurs airport. 他會讓奉獻者們去祝福祉獲獻者, 同時也會把惡魔殺掉。 他也展示, 他會對眾生平等的看待。 雖然眾生平等的看待, 但是方式不一樣, 有的是取悅者福祉的。 我們看到物質世界, 好像隨時都在爭鬥、打鬥。 一切都從主那兒來的。 我們也說到他們兩手門, 從拜坑塔的掉到物質世界。 我們說他們只在門口, 沒有真正進入拜坑塔。 他們只是去門邊而已。 實際上,沒有人真正從拜坑塔掉落下來。 Jaya跟Jaya, 他們來到物質世界, 而是很快就回到靈性世界。 他們沒有留在物質世界。 所以我們這樣能夠了解, 主的消避時光。 好,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問題? 有人嗎? 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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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漢堡塔大尼關卡 在除非全世界。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問題? 一旦周遜, 和其他人。 所以, 可以問貴莎是怎樣去。 您必須理解, Brahma-loka和Tapa-loka 都是在物質世界中, 都是在物質世界中, 但是Vaikuntha是在那裡, 是在靈性世界中。 從柏洋瓦嵜闘提出的階段。 從荒嵜闘提出, 那是從最高的Brahma-Loka 到最高的星球, 到最高的Brahma-Loka, 到最高的星球, 到最高的地方, 到最高的地方, 至於宇宙人的胃部, 在世界最低層的層次都是存在生死的地方。 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非常久, 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 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是靈性的寿命, 是高陌物質世界的存在。 所以要離開物質世界, 必須穿越所有物質世界的遮蔽。 物質世界被各種不同的物質元素, 一層一層的包起來的遮蔽。 必須穿越這些物質世界, 必須穿越物質元素的各種層次。 必須穿越來越多的物質元素。 在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也有無數個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 在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就像四個個個馬拉人來到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他們也在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他們也在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他們也在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但是,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佛洛赫磨犯天的寿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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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自尊控制的, 它知道加尔迪迦被詛咒了, 所以它會進到世界的情況。 在拜坤塔佬佳佳, 在拜坤塔佬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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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駕著戰車的地方, 在一個星球進行的。 所以, 祖的各個擴展, 在不同的百坤塔星球, 全都是永遠的, 他們有自己的百坤塔星球, 各種不同的祖父。 所以祖的各個擴展, 都有祂自己的地方, 在不同的Vaikuntha星球和奉獻者們在進行交流。 您可以讀《偉大的菩薩瓦坦甘露》, 在《偉大的菩薩瓦坦甘露》的文章。 如果您可以讀《偉大的菩薩瓦坦甘露》的文章。 在《偉大的菩薩瓦坦甘露》描述的文章。 有其他問題嗎? 請問是否有關於Brahmanas和Vaikuntha? 請問是否可以分辨到Brahmanas和Vaikun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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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是否有男女之分? 請問是否可以分辨到Brahmanas? 當然,女孩子也可以分辨到Vaikuntha? 請問是否可以分辨到Vaikuntha? 是否可以分辨到Vaikuntha? 請問是否可以分辨到Vaikuntha? 請問是否可以分辨? 請問是否有各樣的Brahmanas? 真是有不同的Brahmanas? 佛羅門對經典很熟悉, 佛羅門對經典很熟悉, 但都是物質上的知識。 你會有很多喀嘛堪地的佛羅門, 佛羅門是在做儀式的一類的佛羅門。 佛羅門是主的奉獻者。 佛羅門最簡單的知識, 應該是善良屬性的人。 我們有時候聽到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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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佛洛門的意思是他們嚴格遵守這些宗教原則, 他們不會去吃麻醉品、喝酒、吃肉等。 他們應該在善良屬性的品格上描述的善良屬性, 在佛洛門的品質上描述的。 比方說,心意和平,自治、自律、 進行苦行、純潔的。 知識、宗教性的。 知識、誠實、真理。 在《範歌》第十八章描述佛洛門的品質。 所以佛洛門應該有這些品質。 所以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佛洛門應該是主的奉獻者。 所以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而佛洛門不是奉獻者。 所以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我們也對佛洛門的妻子。 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我們必須看到佛洛門在每一個人的心。 即使是螞蟻、樹、各種生物。 是的,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佛洛門的靈魂是主的奉獻者。 佛洛門是主的奉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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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洛門有關於朝日的生物主義的奉獻者。 在印度上也是不同的信仰嗎? 人們會說 印度和佛羅門教和印度教, 有什麼不同的關係? 我們講過這個話題。 佛羅門教, 這就是佛羅門教的革命的革命, 一個四個革命的革命, 就是佛羅門教, 佛羅門的宗教, 有一種有很多 rebel es, сл bliwi igualoooo, 就像佛羅門, 雷沙、 俗朵, Illinois, provides短命, 這宗內縣很好, 基本上А也 dyka我们不是用來墮昏的革命已經有很多變� θα, 有任何種的廟, 像是 Lord Shiva, 像是 Durga, 像是 Krishna, 像是任何種的廟。 有很多不同的 religious practices, 有很多不同的修行方法, 被稱為印度教。 當然,在經典中, 沒有印度教這個字眼。 人們為印度教的概念, 是從印度的另一邊的那些人。 印度教人們, 在河邊南岸的那些移世, 印度教人們, 在河邊南岸的那些移世, 但是在現代的地理位置, 應該都找不到了。 在河邊南岸的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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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稱之地上的印度。 所以,住在那邊的人們, 就稱之地上是印度教徒。 所以,印度教徒, 並不是一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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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河邊南岸的那裡。 如果您說到印度教, 印度教, 印度教可以證明多種種, 是可以證明著神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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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證明著神的供應。 就像台灣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而且就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對,你也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好的,謝謝。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